为什么明明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被你渲染成食安问题 谋取政治利益 那这后面到底有没有想到 今天大家如果你今天如果要问 鸡蛋为什么要涨 请你看看国民党跟民众党 最近干了什么好事 多少的谣言 多少的认知作战 我觉得可怕什么 不是只有共产党 在对我们认知作战 我们的在野党也对我们认知作战 甚至里应外合在认知作战 那所以最后就回到 如果到最后是真的有一个 根本没有台湾性的政党 变成关键少数的话 你认为如果你是共产党 如果本清立重去投资 台湾人如果陷入里应外合的认知战 怎么办 一个鸡蛋问题 未来还有多少问题 大家想想看 所以把进口蛋打成不能吃 打成毒蛋 那因为我们现在暂时 台湾的鸡正在养 蛋鸡正在养 所以我们本土的蛋不够 有缺口 你又不进口蛋 所以当然本土的蛋就会大涨价 然后大涨价就可以骂直政党 这样好 这是民生问题 那不顾民生只为了抢政权 只为了政治 但是乃鱼 这样国会争霸 南宁说食安风暴 立委选情就看成 那用这种这样子谣言 这样好 什么进口蛋都是毒蛋 都是预期蛋 可是现在证明你们台北市政府 自己稽查 进口蛋不合格率是零件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恐怖的地方是 现在的我们原本的进口蛋是千万颗 到现在只剩下两百万颗左右 那没有办法及时的来评议 我们目前的蛋价 所以接下来马上 大家要面临的就是 蛋要涨价 而且可能涨价的幅度 大概是一到两成左右 那像这样子的情况 到时候又会来回头讲 你看蛋又要涨价了 这就是刚才美姐讲的 这就是国民党 目前在野党的一个套路 而且我觉得这一波 这个炒作蛋的话题的一件事情 刚刚有提到义蛋 我自己过去是新闻采访的记者 我有采访过这个义蛋的工厂 其实义蛋比一整颗的蛋 还要更安全 更卫生 这个勇哥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的义蛋工厂 一开始要先经过席选 席选之后还要照光来透看说 这个蛋是不是健康的安全的 然后是破损的 然后有材料把它破壳 然后做成义蛋 所以那个义蛋之后还要经过 三分钟66度的低温消毒 不能太高 66.5度的样子 我忘记那个确切的度数了 那个温度要掌握得非常刚刚好 低温消毒杀菌 让那个 所以那个义蛋理论上来说 甚至是比我们去菜市场 大家有去菜市场挑选鸡蛋 看鸡蛋上面有没有什么 这个基石啊什么之类的 比那样子还更安全 更卫生 就没有想到连义蛋都要这样打 然后这样打了一轮之后 其实真正害到的是我们第一线的消费者 我们最后不但买不到这个现场的蛋 而且甚至连厂商也不敢进口 这个外来的蛋 进口蛋 比方说巴西蛋好了 当初我们这个厂商呢 是跟日本抢单 我们听说日本要进一批这个巴西蛋 我们现在跟日本的 他抢过来说 先不要卖给日本 我们这边台湾我们要了 这个厂商利用他的这个力量 来把他这个单子抢过来 没有想到竟然被我们台湾人 被我们台湾的消费者 我们台湾的在野党 糟蹋成这样 然后最后还要吃亏的 永远都是我们第一线的台湾人民 所以这样子的用蛋来打这一些 然后变成民生的议题 然后让民生恐慌 这样子来抢票 这样子的政治操作好吗 我想我们的人民心中有一把指 刚刚提到 一旦禁用 同时 应该 Plu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 更鬼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alabrauu